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一般来说,要获得红环,首先要修炼魂力达到10的倍数,达到相应的等级才能获得红环 红环一般都是从魂兽身上获取的,但是有些红环的获取方法就很特别了 气血红环,这个红环来自于德罗大陆第三步中的龙王传说 主角唐武林拥有的金龙王血脉 气血红环是金色的,在唐武林战斗时暴走,还会变成赤金色的红环 神赐红环,不迷思议也就是神赐语的红环 这个红环可以百分百吸收,而且是百分百气和武魂 百万年红环,魂兽修为达到一百万年,就是百万年红环了 多罗大陆第一步中,唐三最后裂杀的深海魔金王 逆时红环,神奇红环,魂师再怎么修炼,一生最多也只有九个红环 除非是双生武魂之类的,但是有一些天不一领的人就不一样了 这些人会被神给选中,在一命之中接受神体的传承 这些魂师在接受神体的传承中,会获得第十红环,也就是神奇红环 主角光环,这个就是恐怖如斯的红环了 可以秒杀前面的所有红环 在主角光环的前面,随便你是什么红环,都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主角的 即使你打得过,你也说不过主角 即使你打得过,也说得过 但你随时被唐家三少给挟死 好了,本期视频道就结束了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大家听到后天权上有几个神万年魂环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